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某摄像头品牌的U盘 U盘据说是接入电脑的时候有声音 但是文件管理不显示 这一套外壳它应用到的主控方案可能会比较复杂 因为我之前接触过不少 有一部分是普通的U盘方案 例如惠勇的3281主控 或者是一新的FC3379这一类的 当然也有固态U盘的方案 它一般是连云的0902或者1102 这就要取决于厂家怎么去宣传了 现在U盘上机确实是一个无媒体的状态 咱们打开检测工具 看一下这个主控能不能被识别到 主控没有看到啊 不过这里看到了一个FC3281B的标示符 此3281非比3281 这一个代码大概率是对应一个一新的FC3379主控 如果这个盘它真的是FC3379这一个主控的情况下 目前来说它就是绝症 我不知道应该说是厂商的步伐走的太快了 还是我们的研究进度太慢了 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也跟另一位大兄弟一起研究过这一个主控 目前可以处理的一般是FC1178或者1179这种2.0的主控 3.0连一些ECC纠错区域都找不到的 另一个难题就是部分比较新的主控 可能连设备都无法读取 参数可以配置 但是标准不支持的话 那就真的没办法 好比如说一些ONFI4.0以上的标准 是无法完美读取的 我们先把这个外壳拆开吧 屁股后面这里应该是有胶水的 加热把这些胶水给融化掉 这些年头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要是个牌子就开始做存储了 不过我还是建议大家 能买原厂的尽量还是购买原厂品牌的硬盘或者是U盘吧 方案至少还是比较固定的 这是一个长江的KR颗颗粒 主控果然是FC3379 目前来说这个就是绝症了 反正来得来了 我们打开FC3379的量产工具检测一下 颗粒ID是可以识别的 像长江的这种颗粒参数 在恢复软件上面肯定是没有集成的 所以我们需要自己配置 这个就是它的颗粒ID 我找到了这一段参数 然后又对比了一下 我发现它与一个东芝的BIS4颗粒有相似之处 就是这一段 快大小和夜大小都是一样的 只差了一个带 所以我们把这个带给它翻倍一下 就可以读出来了 颗粒参数这边我随便调了一下 单读一个C就要花费两个小时 下面还有三个 先让我导入PC3000验证一下 如果这边的参数不对 那还要继续修改 颗粒参数应该是对的 因为我这边已经研究好几天了 FC3379这一个主控 它用的液结构是1165配1150的 上面的服务区都可以正常显示出来 不过很可惜它的ECC是无法通过的 这个一般与FC所用的主控算法有关 这种情况嘛我只能洗洗碎了 而且这种盘就算ECC支持就错 里面也缺少对应的重读参数 也许以后会有机会研究出来 但不是现在 我们再来看一个刚收到的金斯顿U盘 先放轻松 假设这一个金斯顿U盘是正品的情况下 一般会使用群联或者3S的主控 颗粒嘛那就要抽奖了 凯霞美光闪迪海力士都有中奖的机会 我们先来检测一下具体的情况 这个U盘上机还是可以正常识别的 难道它没有坏 没坏是不可能的 刚才我用设备读了一下 只有前面差不多500兆左右是好的 后面这些地方全部都是错误数据 就是这些红色像马子一样的东西 不行了我要密集恐惧症了 那这一个U盘它具体用的是什么颗粒呢 我们先来简单检查一下 靠 居然抽到的是低预级难度的 海力士16纳米TLC颗粒 AD3A1803 这一个颗粒是最喜欢漏电的 主控是群联251-07 这种固定搭配证明这一个金斯顿是正品 虽然这个主控恢复难度不大 但是搭配的这一个颗粒污辱性极强 我们先把这个外壳给它拆了 U盘的外壳我已经给它拆开了 像这种16纳米的海力士颗粒 今天要换另一个方法了 咱们这一次不能用热风枪 我们直接给它来一点科技鱼很活 让我带个套先 先把这个U盘给它放进去 然后给它来一点蓝色小药丸 我这一个做法应该是不符合规范的 正确应该是用钥匙把这些反应物给它加到底部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学我 再给它加入一点强氧化剂 另外还需要加入一些酸性溶液 用来增强它的氧化性 因为这一个反应是放热的 所以需要在水域的条件下进行 这里面用的肯定不是普通的水 它是有一定腐蚀性的 这是我最近调制出来的新配方 目前还在测试中 为了使这个反应速率加快 我们还需要对它进行搅拌 如果这时候有离心机肯定是最好的 反应过后得到了一瓶绿色的风油精 这一个肺液我们不能随便倒掉 还需要加入碱液给它综合掉才可以 这个呢就是反应过后的产物 我们现在把这一个颗粒给它拆下来 刚才清理了一下现场 现在我们可以光明正大的 把这一个海力士颗粒给它掰下来了 先插进去 OK 搞定 海力士的这一个颗粒我已经给它读完了 并且做了一遍1CC修复 颗粒一共有两个C 先看其中一个吧 这一开场就要绿瞎我的狗眼 当然这仅仅是前面好而已 因为刚才我已经偷偷看过了 这叫先填后苦 我们拉到后面看一下 后面这里全部都是这种不规则损坏 我们来统计一下 这一个C损坏的区域有7G多 咱们来看另一个 另一片有3G多 加起来有10G 这一个U盘用的是海力士16纳米的TLC颗粒 供应最差的一代了 之前拆芯片的时候 我特意没有加热 效果都这么烂 如果我那时候用热风枪拆的话 我估计会完全滤不了 这一个电压调到3.4V 我们来重读一下 看看能不能滤掉 现在重读已经开始了 感觉还有救 因为在重读的时候 这里还是会出现一些加号的 偶尔也能滤上几个 证明这个补救措施妥当 但是这整个过程注定是痛苦的 因为这些坏掉的区域 补一次就要花费将近一周的时间 而且他读完一次以后 后面肯定还是要重读的 说白了就是滤一次还不够 咱们还要给他多滤几次 这一次恢复完全可以说是成功的失败 成功是因为通过化学法 拆解这一个芯片 确实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失败嘛还是因为海力士的芯片 它实在是太棒了 如果这一部分数据读取不完整 那里面的资料肯定也是出不来的 目前想要马上搞好 那是不可能了 只能再尽力的修上几天看看 如果实在不行 那也只能作罢 感谢海力士颗粒为这一次临床实验献身 我真的会谢谢你 这次临床实验献身